诸葛亮一死 刘备建立的蜀汉国 这重任就压在了姜维的身上 姜维是继诸葛亮之后 执掌蜀汉军权的最高统帅 蜀国这地方 跟魏国吴国相比 是地小而民脾 实力相差很远 而现在姜维在朝中 又受人排挤 朝中谁排挤姜维啊 宦官皇后等人 天天陪着后主刘善吃喝玩乐 他们专权弄事 姜维要是老在成都待着 就有被人陷害的危险 为了避祸 大将军姜维远离成都 率领军队 在靠近隆西的踏中这个地方 屯田重脉 屯田 以备战时之虚啊 离得远远的 将在外 军令有所不受啊 而此时魏国干嘛呢 曹魏 早已经改变了天下 曹魏换了好些皇帝了 赶等到司马昭 执掌大政的时候 曹魏的皇帝 曹操的子孙们 已经名存实亡了 现在司马懿呢 司马懿早已经去世了 自打从曹家 把这政权夺过来之后 司马懿死后交给了大儿子司马师 司马师病故之后 就到了司马昭手里 那高贵乡公曹毛 不是让那司马昭很心烦吗 司马昭 叫自己的心腹贾冲 派人 把他刺杀了吧 好嘛 他敢弑君呢 杀完以后 又立了一位叫曹焕的 作为曹魏新的皇帝 这皇帝当不当的 跟那汉县帝差不理了 已经是傀儡了 司马昭大权独揽 已经加封为晋王了 都封了王了 昏败大城乡 现在他全力策划 是法蜀事宜 为什么 因为蜀国跟吴国相比 蜀国比较弱小啊 所以他召集文武 商量对策 诸位大人 现在算来 西蜀 有兵力 不到十万 老夫掐指一算 九万有余啊 能够守成都的 连四万都到不了 其余那些兵兵 五万余众 分散于各地 现今将为 在榻中囤粮 只要我们派兵 把江维 扮于榻中 他哪儿也去不了 然后 咱们派兵直出洛骨 出其空虚之地 偷袭汉中 使其首尾不可相顾 则成都 唾手可得 诸位 以为如何 司马昭的法蜀方略 那是经过 深思熟虑的 他想用西路军 把江维 就困在屯田那地儿 然后 司马昭再打算 发东路兵 偷袭汉中 打开汉中 那成都的大门 就已经开了一半了 应该说 这个方案很可行 可是司马昭没想到 自己把这个计划 和盘拖出之后 你再看看 这些文武的模样 大部分都在那摇头 司马昭纳闷 难道 都不想打蜀国吗 嘿 尤其是 大将邓爱 也在那摇头 司马昭心里边 很反感 这邓爱 那是司马氏集团的 心腹爱将 长期参与 对蜀作战 应该说 司马氏集团 对蜀汉国的 所有军事部署 里边有很多 凝聚着 邓爱的心血 所以司马昭觉得 我要攻伐蜀国 你邓爱 最起码 你得双手赞成啊 你单手也行 你现在好嘛 你反对 再回头一看 旁边那中会 哎 司马昭的心里边 平静了一些 这中会也是心腹 中会 平平点头 大人言之有理 中会 完全赞同司马昭 史书记载 打这起 中会跟着司马昭 是仇夺地形 考论世事 俩人 一块研究法属的问题 中会是万分热心 司马昭心里边 还好笑一些 在警员三年 这年年底 司马昭决定 要开始攻伐蜀汉 他特意 命中会 做镇西将军 督督 关中 诸军事 主持 伐蜀事务 司马昭是下了决心了 这一次 一定要把蜀汉国 给吃进来 司马昭 征集十八万人马 命征西将军 邓爱 雍州刺史诸葛旭 各统三半精兵 邓爱 向着甘松踏中 他的主要任务 是半驻江维 你甭打算 东西南北乱跑 你就在这给我待着吧 诸葛旭呢 向五街桥头 去接着江维的归路 你想东顾不行 退你还退不了呢 等于这两支力量 去控制住蜀汉的主力兵马 控制住江维 然后命振西将军 钟会 统十万大军 从邪谷落谷 这两个地方 直取汉中 从这个部署来看 那钟会这东陆大军 无疑是法蜀的主力了 钟会 充任法蜀大军的主帅 司马昭 是费了心思的 首先钟会是他的新妇 钟会名门之后啊 想当年曹操曹梦德手下 有个大将 那不叫钟瑶吗 在曹丕 登基继位之后 有一位太傅 就是这钟会的父亲 这钟瑶 世代官宦呢 钟会是钟瑶的二儿子 小的时候 熟悉他的人都知道 这孩子是奇才 后来他投靠了司马氏集团 参与机密出谋划策 因为有才华 颇受以重 这一次 他竭力支持法蜀 司马昭一想 邓爱是不支持法蜀的 那么钟会才会尽心竭力 听我将领啊 就派他做了主帅 有人偷偷就跟司马昭打招呼了 说钟会现在 您不能完全放心呢 何出此言 钟会单身无子 没有牵挂呀 他现在没儿子 家里边没什么人 您把他放走了 言外之意 十几万大军 他一旦要造反 怎么办呢 没有牵挂之处啊 司马昭摇了摇头 他很感激的 看了看提醒这谋师 你真是替我着想啊 我宁当不负之辞呀 我对他难道不如你了解吗 属为天下之患啊 司马昭认为 这西蜀 是天下的祸患 为什么现在打仗 打得没完没了 就因为蜀国给闹呢 诸葛亮出西山 将为范中元 咱们竟跟他忙活呢 众人都说蜀不可法 你不打他他该打咱们呢 但唯有钟会 全力支持老夫法蜀啊 这是唯一的一员打架 所以他做主帅 最为适合 至于灭属之后 钟会若存二心 我想在蜀汉之地 谁与为援呢 谁能支持他呀 到时只是自取灭族 而他又真敢造反 他们这家就活不了了 司马昭对这钟会算琢磨透了 咱们再说钟会 大军进汉中 连克乐城汉城官城 进底建阁 由于西路军 诸葛旭调度失误 他被江维给打败了 江维引兵东归 聚合诸将 退守建阁 就在这儿拦着钟会呢 诸葛旭有罪 被囚车装着 运回司马昭跟前受罪下了 现在诸葛旭的大队人马 也归了钟会了 钟会当然高兴了 有喜有忧 高兴的是天人进口 发愁的是跟江维对阵 这建阁已显著称 自古是兵家必争之地啊 一守难攻 诸葛旭赌江维没赌住 让江维回过身来 把建阁给守住了 哎哟 这么一来 钟会江维 两军相持不下 那邓爱 不还在塔中 跟江维那儿搅和的呢 没找到江维 邓爱一看 也甭在塔中这儿死等着了 率领军队 由殷平显道 行进七百余里 这一点 出乎江维的意料 殷平 那多么危险 他怎么能走啊 这也架不住 邓爱善于用兵 他一看阴平山路崎岖 找着一个合适的山势 鼓了下去 就能到底那大路啊 他命那将士 把那行军 大帐篷用那沾毯都拿来 临头带脚都裹好了 就顺着山坡往下滚吧 咕噜咕噜 嘿 我们这邓爱将军 怎么琢磨到的 这么一个方法 这跟滚山药豆子一样 我们这就鼓了下去了 大伙顺顺当当的 到了山下 满以为无路可寻 但是路是人找出来的 走出来的 过了阴平 急行七百余里 邓爱带兵马 直出江游 进至棉株 哎呀 这是骑兵天将啊 震展蜀将 有一位大将军 叫诸葛瞻 再往前一走 就到了洛县 这离成都 就直指之遥了 属主刘善 当时就跟热锅上的蚂蚁一样 他是乱了方寸 手忙脚乱 四处烂拽悠了 怎么办呢 大伙各书几件 有的说 要不咱们就逃跑吧 告别成都 往哪跑 头奔东吴啊 自古 吴蜀联盟 那么孙流联盟的基础这么好 到那儿 吴主能说不管您吗 陛下 咱们奔那儿吧 有的说奔吴国干嘛呀 吴国跟咱们是平起平坐 吴主跟我家陛下 那都是帝王 你到人家那儿 不就等于比人家矮一头了吗 那位说 怎么还矮一头啊 现在都要亡国了 有的说 二位 别吵了 别吵了 不用奔东吴 矮一头更没必要受那个耻辱 咱们应该奔南中啊 诸葛丞相在世的时候 不是七秦孟户 平定了南中吗 那儿一定会善待咱们陛下奔南中吧 什么叫奔南中啊 大人你想想 到南中的道路多么难走啊 兴许咱还没走到呢 就被人家忠会邓爱的人马给他们抓着了 抓着那会儿 那可就不如现在投降了 那万一再半路把他们就杀了怎么办呢 再看刘善都哭了 这蜀汉皇帝当的 有大夫乔州拦阻住了众人 诸位大人 言之差矣 依我看 我主陛下既不能去东吴 更不能去南中 这简直是一个惊人论调 那 乔大夫你说怎么办呢 为什么不能去南中 不可投东吴啊 诸位大人想想 真要奔了东吴 吴主 那一定会羞扫咱们陛下呀 咱们陛下本跟他同起同坐 现在屈服于他 在吴位之间 位强无数倍 有朝一日 今天位能灭属 明天位就灭吴 一旦曹位灭了吴国 难道说让我们陛下 再受二次羞辱吗 投靠东吴已经羞辱一次了 跟着东吴主 再投靠一回曹位 二次认详 奇耻大如也 所以不可奔武 至于南中 那就更不能去了 想当初老丞相诸葛亮在世 平定南中 这南中之人 他蛮故而不开化 难以定性 当年丞相在世 可以平定 事隔多年 再有反复 我们让陛下到南中去 且不说路途遥远 难以行走 即便到了南中 若他们生出反叛之心 岂不是羊入虎口 自取灭亡吗 所以不能去南中 他会一听 那乔大夫 您说我们奔哪去好呢 要我看 不如 不如 及早 归降曹位啊 好些人 就想上去把这乔州 脖领子 薅住了 摁地上 冰个巴来 遛个嘴巴 先解解气 大伙心想 我以为你有什么高招呢 和这投降啊 投降用你说吗 乔州说完 就看着刘善 陛下您自己才夺吧 刘善一听 那 那 那诸位大人 还有什么高拣呢 还有什么高拣 大伙都不吭声 既然哪也不能去 听您的吧 对这位后主刘善 属汉国的大臣们 也都失望了 您这后主刘善干什么了 打十七岁继位 您就是喝酒吃肉 酒色歌舞不断 你不理朝政啊 先把大事交给诸葛亮 后又交给姜维 现在宠信黄浩这一帮 专权弄事的小人 挤得姜维大将军 都奔踏中 那囤粮去了 哎呀 再把这样的人 也就没什么劲了 所以大伙都不吭声 乔州一看 大伙都不反对 陛下 您说吧 就依乔大夫而言 这刘善 甘心做王国之君呢 他哪对得起 宗庙里立着刘备那牌位 刘善的儿女 好多都很悲自杀 觉得这皇帝爹 当得够窝心的了 刘善就投降给了邓爱 刘备见的西蜀 经历四十二年 在公元二百六十三年 被曹魏司马昭派来的大将 给吞灭了 邓爱收降了刘善 上表 向司马昭报喜 他兵进成都 可把中会气坏了 中会那儿还被那江维拦着呢 在剑阁还过不来 中会这气啊 我现在两队并一队 诸葛旭的人马不也跪他了吗 我已经快十五万的兵马了 我居然就没能打过去 合着我这主力 倒落了后来 这邓爱 他怎么到的成都 都说蜀道难 难于上青天 那阴平根本就过不去啊 中会没闹明白 江维还纳着门呢 这正在绞尽脑汁 要跟这中会拼命的时候 突然刘善的诏书到了 告诉前线将士 全都缴械投降 江维痛哭失声 有好些将士拔剑自吻 大部分人是心灰意冷 这是皇帝说的话 再打打什么劲呢 你卫国尽忠国都没了 报效君主 君主都当了臣子了 跟谁拼命 为谁玩命啊 江伯约被迫 归顺了中会 哎 中会心里边 稍微平衡一些 你邓爱收的是刘善 我收的是 蜀中的将帅之才 是江维啊 可是觉得 还是比那邓爱差点 法蜀当年是我倡导 我跟着 司马昭大将军 忙前忙后 忙左忙右 投工是邓爱的 那不行啊 中会这种情绪就表露出来 江维多聪明 一眼看出了中会的野心 江伯约的身份是中会不能不敬重他 江伯约的才能是中会不敢小看他 而江伯约呢 恰恰又甘心为中会的副手 时间不长 两个人成朋友了 江维话里话外 总在点醒中会啊 大将军 现在您这功成名就了 带着十几万的人马 现在连我们蜀中的兵马 您已经超过二十万了 这二十万大军 建七功伟业 灭了我们蜀汉 将来功成名就把大权一交 泛舟湖上 您就学当年那陶珠公泛黎 做一名隐士 该多好啊 中会很不乐意听这话 伯约 难得汉大丈夫 正在创业之年 我当什么隐士啊 我没那个隐 那将军您呢 我呀 总看着邓爱 心有反意 对了 江维就说把这话借过来 现在中会将军 见七功伟业 大功告成之际 他却巧度音平 占了个仙 邓爱其人 不可成为君子 说这话就跟江维是君子一样 中会就是讨厌这邓爱 他就派人 严格勘察邓爱书信往来 邓爱的书信 跟司马昭 要互相汇报情况啊 就被这中会给截下来 中会拿过邓爱的信 一看这好办了 中会有一绝活 善于模仿别人的书法特点 中会就按照邓爱的笔迹 图图改改 姗姗俭俭 增增天天 写了一封态度傲慢 不懂礼貌 拘公自傲 又得要超越司马昭的 那么一封信 给司马昭送去 司马昭本身对着邓爱 心存顾虑 当时法属的时候 你就不同意 对他就有一点意见 现在一看邓爱口气傲慢 难道他拘公自傲 亦欲谋反吗 司马昭 暗中传令 让中会 把邓爱 装入囚车 押戒回京 中会如愿以偿 带着姜维到成都 把邓爱父子 打入囚车目龙 就往司马昭那运 运的半道 姜维提醒中会 真要放虎归山吗 不如 就替司马昭大将军 除去心头之患吧 中会是杀了邓爱父子 中会杀完邓爱 就觉得没人可以管自己了 邓爱的人马在成都 加上邓爱的人马 算上自己的 这就将近三十万了 我兵出长安 就可以进取中原 天下就不是你们曹魏的 什么苏玛的 是我中家的了 就在这个时候 司马昭一封信 打破了他的美梦 信中说 我恐怕邓爱 不服你管 一派贾冲 率兵 进邪谷 屯兵于乐城 我自己保着皇帝 御驾亲征 率十万大军 已到长安 咱在长安见吧 你还想从长安出兵 中会将为着急了 发兵造反 没想到 人家谁也不跟着他们干 军将们倒阁相机 将中会将为杀死 那后主刘善呢 被封为安乐宫了 现在已经全家奔了洛阳了 司马昭还特意 在长安给他 摆了一个荤送的宴席 席间 特意安排属地的音乐 属地的歌舞 一看这刘善呢 喝的倍儿美 肉吃的倍儿香 在那瞇着眼睛 画了个大皱脑袋 还在那欣赏乐舞呢 司马昭嗤之以鼻呀 语气轻蔑地问了一句 安乐宫 还思念蜀地吗 好些蜀国旧臣 都闻之落泪呀 这刘善晃晃脑袋 在这儿挺好 还想那儿干嘛呀 无德的君主 丧失了天下 三分顶足 终成 一梦 明镜与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